Hello 最近的紀錄員應該是我們最忙屋的時候 因為我們現在在脈絡、籌備、婚禮和新家庭的裝修 這兩樣大項目我們都覺得要親力親為 牽涉了很多不同的合作單位 需要抽時間互相溝通和配合 還有很多瑣碎事需要準備 所以就令我想起 真的要極速提升時間管理的技能 增強行動力和生產力 說開又說 這個技能也挺重要的 隨著現在各式身分的轉變 責任和要兼顧的東西都不同了 多了 未來只會越來越忙 所以確實是需要提升時間管理的能力 才可以在有限時間做更多的東西得到更多 就是這樣啦 我相信時間管理是有得學的 有技巧有方法 不過今天想集中跟大家分享一些 我覺得管理時間上很重要的四個想法 首先大一樣 不知道大家會不會常常掛在口邊說 我好忙啊 好多工作啊 沒有時間啊 這個不是一個好習慣 當我們常常都強調 我沒有時間這句話 自然會想到時間緊迫 我們就會選擇做了一些緊急 因為迫起來了 但未必是重要的事情 至於其他 可能才是真正重要的事呢 沒有啦 拖下又拖下 越推越後 推到之後都可能忘記了 到最後 完全沒有了一回事 好了 反過來想 說多一點 我會安排到時間的 有了這種想法 就會自然有意識地決定 怎樣去運用時間 知道有什麼是真正重要的事 就安排了 這一天這個時間要先做了 先選一些不重要又不緊急的事情 特別是一些淋淋沈沈的琐碎事 將自己的時間 全心專注在真正重要緊急的事情 提高生產力 大家都知道 管理時間是有很多不同的技巧 但我覺得在決定用什麼方法之前 首先要明確知道自己的目標 清楚知道自己想要什麼 想達到什麼目的 這樣就可以針對聖地安排時間 集中精神放在這個目標上 很多人以為我們現在是全神貫著 集中籌備婚禮 不算是呀 其實我們今年已經有時間點了 九月要完成裝修 九月尾 傢伙要準備好 十月就入住了 現在已經是八月了 所以相比起年尾結婚 變成籌備新家 就是我們最重要 最急切要完成的事情 好 當像現在這樣 決定了這兩個月的目標 接著就要編排To Do This 要按每一件事情的優先順序去規劃 我想很多人都知道 裝修工程是包括一系列的工序 那就適合了 我們就按著這些工序配合師傅 編排我們需要準備的物資和做決定 我們會提前準備師傅下一個工序 需要用到的物資 到師傅做到那個工序 拿起手就有得用了 所有東西已經放在這裡 準備好 其實我們大家都是自動播的 有了一個共識就不需要再等來等去 整個裝修進度都很順利 算是很有效率 還有一個小技巧 其實是我老仔教我的 我一直都記在心裡 就是我習慣先做會影響別人的事情 試想一下 如果別人一直在等你的決定 這樣整個進度就會因為等你而暫停下來 進入不了下一個步驟 拖慢了整個進度 我覺得這個小技巧會互相影響 當對方看到你反應快 他自然不會讓你感染到 反應不會讓你慢 整個合作的過程就會像一個波一樣 越滑越順 這個很少的習慣 其實已經省了很多時間 以及提升行動力 大家也可以參考一下 也可以試試在工作上用這個小技巧 剛剛說到要編排To-Do list 其實不是只寫下你要做的事 我覺得是要寫上每項To-Do item的預計完成時間 如果沒有時間限制 你就會覺得 還有很多時間 可以慢慢做 這樣又是很容易無限制地拖延的 相反 定好了 譬如30分鐘內 我要完成什麼任務 就很自然會有限期完成的壓力 去推動自己 工作或做決定 都會更加專注 我們現在新家的裝修進度 已經進入穩定狀態 師傅會自動幫他工作 所以我們都開始密室架司 說起架司 又讓我插播一下 分享一下最近的好發現 最近出了一張新的按摩頁 就是這部零機椅 最初是被零機價廣告吸引了 就是這個了 試坐了之後又覺得 嗯? 可以考慮 首先 整張按摩椅的外形 是很細部 一點都不瓦砸 因為我新家裡也不算很大 要放按摩椅的話 就一定要選最細部 最省位 接著 我真的有事 它的操作和功能 都非常簡單 直接 它本身已經有幾個乳切模式 我自己最喜歡 就是最基本的 全身放鬆模式 力度是偏溫和 很軟軟 而且我也比較過 這張按摩椅配有XD機身 令整個按摩範圍更闊 更貼近真人按摩的手感 接著 除了預設模式 還有針對區域模式 就是你可以選擇特定的按摩位置 如果是我 我經常都對電腦 很容易就有肩頸和腰痛 就可以選擇重點按摩這些位置 按摩時 你可以開啟雙重熱療 腰部按摩時 有一點微暖的感覺 又是很舒服 這個我真的滿意 所以我們現在都會把按摩椅 列入新屋傢俱 to buy list 聽上去 家中要放一張按摩椅 好像很奢侈 但我們一想起 放工回到家 很累很累 有得即時按一按 就算按15分鐘也好 都可以即時鬆一鬆 減減壓 如果大家對這張按摩椅有興趣的話 我建議你去門市 試坐一下 Feel一下 試坐的時候 說我的專屬報告 還會有小禮物送 活動詳情 記得留意Infobox 好 說得太遠了 回到手羅傢俱的時間管理 我們發現一到商場 傢俱展 傢俱店 就很容易被周圍的環境影響 看一看 聊一聊 就會看了其他嘉品 然後就好像完全忘記了自己原本的目標 但是當我們設定了 譬如我們只會在每間傢俱店 逗留15分鐘而已 有了時間限制 我們就會在這15分鐘 集中找出我們需要的嘉品 一沒東西適合 就會移動到下一間傢俱店 變成我們在整個手羅傢俱的過程 就會更加有效率 當我們做決定的時候 都會更加快 做到決定 買到東西 又向我們的目標 走前多一步 好了 今天跟大家分享了少少少 新家的前期籌備 我們的裝修日記 是會繼續記錄的 有興趣就記得留意啦 下條影片再見 Bye Bye